天安 圣天 愿主与你们同在 宫徒 身若望福音 那时候耶稣对群众说 我就是从天上将下来的生命子粮 谁若赐了这十粮 必要获到永远 我所要赐给的食粮 就是我的肉 是为世人的生命而赐给的 因此犹太人彼此定论说 这个人怎么能把他的肉给我们吃呢 耶稣对他们说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 如果你们不吃人子的肉 不喝人子的血 在你们内便没有生命 谁吃我的肉和我的血 必有永恒的生命 在末日我要使他复活 因为我的肉是真正的食品 我的血是真正的饮料 谁吃我的肉和我的血 便住在我内 我也住在他内 就如同那生活的父派遣了我 我应付而生活 照样那是我肉的人 也要应我而生活 这就是从天上将下来的食粮 不像你们的祖先吃过玛纳 仍然死了 谁吃这食粮 必要活到永远 基督的福音 基督我们赞美 今天还有下个星期 已经四次 耶稣一次重复同样的东西 就是他一直说 我就是生命之良 难道他是很啰嗦 还是若望中处很啰嗦 一直重复 一直重复一些同样的东西 一直讲不完 但是有时候我们不是说啰嗦的问题 还是他因为是没有话 一直讲一直重复 其实我们人 我们记忆有时候很差的 我们想记得的东西 我们只想喜欢 想要记得的就记得 我们不想记得的 我们就不记得 我们喜欢听的我们就听 不喜欢听 我们就假装没有听到 犹太人 尊重 中途 门徒也是一样的 他们其实没有什么读书的 所以有时候 有耶稣讲一句两句 他们肯定会忘记 还是不明白 所以还是要重复 一直要重复 当然这一次 他每次讲到 他就是生命之良 生命之良 就是 特别给那些犹太人听的 为什么 因为他们一直不相信 他是生命 是真理 他们不相信 他是从前途讲下来的 所以 耶稣不是没有办法 他一直重复 但是这些犹太人 他们生气还是不爽 听到不爽 不是因为他是一直重复 是因为他是讲 你不吃我的肉 你不喝我的血 你们就没有生命 对犹太人来说 这是不可以讲的一些话 因为你看他们的 他们就业 你看就业 神明吉也好 出谷吉也好 他们每次规定的是说 他们吃的食物 不能有血的 因为血代表生命 我们吃了血 就是好像拿了一个人的生命 所以犹太人是很 不能吃有血的肉 另一个就是 耶稣用那个字 我们华文 他就用 如果你不吃我的肉 英文是 If you do not eat 但是如果你看原字 因为若望福音 是用希腊文来写的 如果你看希腊文的字来看 希腊文有两个字 代表吃这个字 两个字 一个就是 发过 一个是 发过 发过就是 好好的用餐 就用你用餐具来 好好吃 这样子 那就是发过 脱过就是 你要在哪个鸡椎 这样子 那个就是脱过 耶稣用的字 就是那个 这样子 这个告诉 有一条人说 如果你不把我的肉 这样子吃 你不是 没有生命 我没有住在你内 他们就是神气 其实他们 就是想 他们所想 所明白的 这些是错的 一种错误 因为耶稣没有说 那 我的肉 你吃 不是 他的肉 就是什么 生命 就是什么 他就是 独圣子 他就是 天主的 圣言 圣言 就是 食粮 耶稣就是 告诉他们 你要把 我的话 吃下去 这就是我的 我要给的 食粮 血 跟肉 是用 来代表 他的 他所教的 圣言 但他们 他们就是 神气不明白 然后耶稣有提到 你们的祖先 吃过 玛纳 但是死了 他不是说 你们吃 我的肉 我的血 你们不死 他没有 这样子 他是说 你们有生命 在末日 会护火 会护火 就是 他就 他意思说 你们 你们 只是能够 看到 暂时的事而已 世界的事而已 你们不能 超越自己 不能够看到 天上的事 因为他们是看到 我们生命 就是到这里而已 死了就算了 但是耶稣说 没有 有怎么样的 吉祥 我来的时候 我领在身体的时候 我有怎么样的感想 我真的相信 这是 天主的 耶稣的 给我们的 食量 还是只是 一根面饼而已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 我们会有 这种的 考验 因为我们 像我们神父一样 我们每天 神父每一天要 祖籍弥撒的 每一天 祖籍弥撒 每一天生化 每一天 吃 喝 但是我也是 本身 我也是问自己 我到底 相不相信 难道 我做的是 真的还是 假的 还是我自己 骗自己 说我 圣化了 就是 变成 基督的 圣体圣学 我到底 做的 现在 给每一个人 领的圣体 到底是 真还是 假的 所以我 本身 我相信 每一个神父 可能会有 这种经验 我也是会有 这种挑战 我又问自己 我是不是 在欺骗自己 还是我 真的相信 但是 我怎么样也好 我还是 选择 相信 我领受的是 真正的 圣体 圣学 虽然 感不到 体验不到 但是 信仰 不只是靠 我们的 心情而已 也是要看 我们的 灵魂的 信德 所以 我们 其实 无人如何 什么情况也好 我们要相信 这个就是 生命 资料 上个星期 还是前个星期 忘掉 读经一讲到 厄里亚 厄里亚 领受 治疗 坚持 给他的 资料 两次 然后能够走 四十天 去到 天主的 天主的山 那 两次 就代表 天上 降下的 施量 也是 他整个 行程 四十天 代表我们 自己的 行程 向天主 如果我们 没有 领受 圣体 我们其实 很容易 迷路的 因为 世界上 可以告诉我们 这些是已经 这种古董的东西 你不用再相信了的 你相信来 做什么 有什么好处 但是信仰是 很奇妙的 因为我们 不能够表达出来 只能够说 我相信 但是我们需要 圣神一直带领我们 坚强我们 如果没有圣神 也是很难 我们一个人 是做不到的 只有天主的恩宠 够给我们 还有一件事 就是 我相信 这里没有 我自己的经验 以前在八达灵 时候在 金融波八达灵 有些人 他们星期日 主日 去很多台 弥撒的 两三台 一次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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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体 何必呢 所以领 领一次是 够了的 因为 那一次 天主给的 恩宠 是够我们用的 圣保留 也是很清楚 告诉我们 他的恩典 够我们用 那一次 就够了 只要我们相信 我们勇敢地 去接受 恩典 是够 不会太多 不会太少 只要我们相信 我们勇敢地 接受 Just a short summary about this narrative of the Bread of Life You notice that the past two three weeks including next week is what we call the Discourses on the Bread of Life where Jesus keeps repeating about the same thing the Bread of Life the Bread of Life I think that's not uttering the question is it because Jesus is very very I don't know how to translate the word Lawsor into English already but never mind I'm sure you know what it means anyway it's either him or John who just keep writing because they got nothing to write but then I think it boils down to each of us because you get the crowd they are not very educated and they need time to understand so one way for them to learn and to understand is to keep repeating something until they remember there's also an emphasis to the Jews who doesn't believe in what Christ said the thing about of course he says I am the Bread of Life if you don't eat of my flesh and drink of my blood you will not have life within you because we know blood is the source of life and the Jews worry Pantang for them you cannot eat anything with blood it goes down to the Old Testament the Pentateuch you see is written there you cannot eat anything that has blood on them because that represents life you eat that you're killing somebody so for them the Jews when they hear this like what is this guy trying to say and the word eat that is used is not just to eat because in Greek there are two words that represent the word eat one is to nicely eat with fork and spoon or the other one is to more the meat of the bone just like that so Jesus uses the other one he says you must tear the flesh of my bone to eat and that's where they're offended but this is where they take things too literally because it's not about eating the flesh but eating the flesh of his word the word that he gives that is the flesh for the life of the world and that is what they cannot get which is why Jesus keeps repeating the same thing hoping that it somehow penetrates their skull but it doesn't happen it's a reminder to us of the importance of the Eucharist because every Sunday we receive the Eucharist yes we hear the homily we hear the readings every week is the same almost the same so sometimes that makes us numb to the graces of God and that is the danger because I was sharing with them about being a priest we have to celebrate mass every day we consecrate we go through the same action of consecrating and receiving but for me it's also a struggle because I will ask myself is this real is what I'm doing real am I just deluding myself or is it really what I'm doing is really the transubstantiation to be given to the people and I think for many people different stages of life they may go through that struggle but the important thing is for us to go beyond that to go beyond ourselves and to say that whatever it is I still choose to believe because that is the source of life that is the source of our grace and the final thing I mentioned is about the reception the frequency of reception of Holy Communion because during my time in PJ I see people on Sunday they go for two three masters on a Sunday to receive the Eucharist thinking that they'll get more graces but it doesn't work that way once is enough once the grace is sufficient for us and this is what St. Paul tells us his grace is sufficient for us to use no more no less all we need to do is to accept to bravely say that yes this is the bread of life which gives me life and led by the Holy Spirit it will bring life to the whole world to the